- 滅血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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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我不可能難聽頻道 今天玩的是Sophie Fire我要活下去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新的聯名套裝動作已經推出來了 就是炭治郎的表情動作 因為我剛剛犯了一個錯 就是忘了錄影 所以說直接給大家看結果 我這邊的話是保底才出 這一波我真的覺得中獎機率有點低 然後先講一下他這次台服 他的炭治郎套裝還沒有出 可是先出了表情動作 所以說變得有點奇怪的是 為什麼不放在一起呢? 然後我稍微看一下印尼服 印尼服也一樣 就是先出炭治郎的服裝 可是他的動作是分開來的 沒有像我們的特權轉彈 善逸跟他的動作是放在一起的 所以等於是官方想要拆開來賣 就是賺兩次的錢 然後這次的大獎的話 這邊是玲瓏佐鏡刺 有就是水之呼吸 炭治郎的師傅 教他水之呼吸的師傅 然後這個面具 然後這個面具的話 看大家是不是喜歡 只是這次的中獎機率真的非常的低 可能是聯名的關係吧 雖然他的機率這邊有寫了 大概多少 比如說0.61 然後呢 像我們以前如果拼歐運的話 可能不用管0.61 可能還是有機會出啊 可能這波我的運氣真的太差了 還有觀眾呢 各位玩家你們運氣太差了 所以大家都保底 因為我看每次大家留言 都說保底比較多 然後一樣這一次 如果一樣跟我抽到保底的朋友們 可以按加1 讓我知道說有多少人保底 我幫你QQ一下 總之來講 這個動作的話呢 看你們如果喜歡鬼滅之刃的話 可抽可不抽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信仰啊 因為我之後也會抽炭治郎的服裝 如果沒有他的專屬動作的話呢 感覺上會有點low啊 畢竟六隻型 可以扭轉漩渦在動畫裡面 非常帥的 這個動作呢 我覺得可以擁有 然後價格的話呢 我剛剛測了一下 他的保底是2852鑽 所以說 如果你今天想要這個動作的話呢 2852鑽先準備好 原本想說 先抽到這個動作的話 後面可以不要啊 然後他有些東西是 改顏色 像這個小怪怪呢 是之前藍色的嘛 然後他把它改成綠色的 就可以再賣一次了 官方真的非常聰明 很會賺錢 有些東西不用重新設計啊 反正就換個顏色 玩家有喜歡還是會刻下去嘛 這也是ok啦 然後再來呢 跟大家講一下 昨天官方的一個出包的狀況啊 因為昨天 這個套裝 特權轉彈的部分呢 這裡其實呢 一百 次 累積的話呢 本週累積的意思是說 你可能之前有抽 這個幸運轉彈的 鑽石嘛 那他可能就 在這個活動中可以累積 然後累積的部分 官方沒有說是bug 可是呢 在精密轉彈跟幸運轉彈的部分啊 除了特權轉彈以外 這兩個 官方這邊有特別發文寫說 這兩個如果額外看到獎勵 有五七三葉組合包 為系統顯示異常啊 然後特權轉彈中獲得的話 是正常的 所以說如果 你今天是在 特權轉彈中 一百次拿到的話呢 應該是不會被收回啊 然後因為昨天的部分 我昨天有發這個 測試 抽這個 PT傘跟特權轉彈的東西嘛 然後我發完影片後 有玩家跟我說 欸 拿鐵精密轉彈也有欸 那這個是 是bug嗎 然後後來我去問一下官方 欸真的是bug 然後官方隨後就發文了 就說 這個是顯示bug 然後有些玩家 可能不知道是bug 或者是故意想要 靠bug 然後去拿到東西啊 不過這畢竟是顯示 上大家都以為可以拿 所以也不能說 怪玩家之類的 因為你顯示在這邊 玩家就以為有機會拿到嘛 然後拿不到 然後可能他已經花了很多的轉彈券 然後官方這裡是寫說 看他們 後續怎麼處理啊 我也不知道他們會怎麼補償 會不會把轉彈券還給你 這個都不確定 要看官方粉專 因為我不是官方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們會怎麼處理 因為我昨天沒有看到 我昨天是抽完後呢 發完片 然後我的觀眾留言給我 我才知道 然後我就跟官方反應說 欸這個是顯示bug嗎 他們就說對是顯示bug 對他們就隨後發文了嘛 那總之來講這個 如果你們今天有想要抽 然後沒拿到的 就是找官方啦 看他們怎麼補償你們 然後昨天好像還有一個就是 金幣轉彈跟幸運轉彈都會出現 我是現在看不到 金幣轉彈這裡我昨天有截圖 然後這個是我發給官方看的 可是像特權轉彈的話呢 只要你有抽100次 因為我之前有抽那個小怪物的 車子嘛 那邊累積起來 就是剛好是本週 他算本週的那個紀錄啊 所以累積完的話 100次可以領得到 領到的話呢 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啦 應該是不會收回 如果收回 再看什麼狀況 應該是不會 因為畢竟他是寫說 在特權轉彈拿到的善意是 就是正常了嘛 這邊的貼文 大家可以繼續到本週去看一下 總之來講呢 這個是昨天的官方的一個小出包 那我不知道大家 覺得這個狀況如何 大家 官方應該怎麼補償啊 應該是不會補償善意給你 因為畢竟你要想想看 這個套裝是官方聯名 花了很多錢啊 他顯示Bug的話 應該是工程之 哇這一波下來可能 不知道會不會出什麼 被扣薪水 然後每天午餐的雞腿都被扣掉了 這可能就吃爆雞腿了 總之來講我們今天跟大家快速分享這個 接下來呢跟大家分享 他這個動作呢 是金色的 然後我剛剛把他裝好了 裝好後呢 他是長這樣子 水之呼吸六之型 扭轉漩渦啊 非常的帥 然後這個動作如果你真的沒有信仰的話 你會很喜歡鬼滅之刃可以省下來 等炭治郎服裝出了再說吧 因為畢竟炭治郎他的臉是 比較沒那麼好看的 然後像我現在這邊 善意我幫他裝的這個眼睛啊 就非常的帥 因為他裡面有一招就是類似 雷神還是什麼的 火雷神還是什麼雷神的 總之來講他的眼睛就會發亮 然後所以我就特別裝這個 這樣搭起來呢 真的非常的帥 再來我們到社交島給大家看一下吧 好 社交島這裡 我們來展示一下我們的動作 那我剛剛忘記錄畫面了 所以我現在要重新再錄一次 剛剛原本有錄抽獎畫面 可是因為我手機沒按到錄影鍵 好我們這邊來用一下吧 六支席 扭轉漩渦 他這招的話呢 動作是完全還原了 遊戲動畫裡面的動作 所以說是還原100%沒有問題 非常的帥 為什麼他有凝膠護盾 現在是不是可以拿凝膠護盾出來嗎 為什麼他有凝膠護盾啊 他怎麼拿進來了 是這邊現在可以買嗎 然後散業化一定要裝閃電俠 才會比較還原 沒有耶 可是他怎麼拿到的 凝膠護盾竟然有 把這孔的頭打大 頭變大 頭超大的耶 他也有耶 我也有 一隻豬 看起來是一隻豬大家都有抽啊 其他大家不一定有抽吧 雷姿呼吸 睡覺之醒 沒在呼吸 一隻醒之沒在呼吸 好多人喔 我們把他們頭中變大 欸 消失了 頭中變大 趕快跑趕快跑 閃電俠戰士 這邊出來的人全部頭都變大 好啦 這個就是善意啦 善意的部分 昨天有抽啦 如果還沒看我善意的話 多少專抽的話 可以看善意啦 然後今天就快速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炭治郎的表情動作 後面如果推出的話呢 一樣會繼續跟大家分享 所以說大家可以追蹤打鐵影片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 六隻型 扭轉漩渦 好的 今天然後跟大家講一下這一波抽的部分的價格啦 大致上平均一個大概3000賺到4000賺 所以如果你們今天有喜歡的 你們再去抽啦 因為畢竟這次聯名的話呢 我覺得出的機率沒有很高 也歡迎大家留言呢 你們這次抽完這一個 扭轉漩渦呢 花了幾賺 在影片下方留言 讓其他玩家當作一個參考 那我今天這個保底的部分也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 有愛的話呢 你至少準備個3000賺左右 你才有辦法把他帶走 好今天遊戲分享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太帖的影片 可不然也喜歡 繼續訂閱我打開同志鈴鐺 後面繼續分享這遊戲的攻略跟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youtube 主頻道 副頻道 玩具片好哪個頻道 連結在影片下方有新的頻道 叫minecraft拿鐵 專門玩minecraft的頻道 那也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遊戲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